我是间歇系健身 没有性感身材 只有性感大脑的会长大佐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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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心梗不用用老梗 大脑里充满旧料 但不加佐料的副会长杨迪 哈喽大家好 我是脑袋比嘴巴会想 嘴巴比脑袋会说 但是灵魂却最可爱的秘书长陈铭 哇 陈铭老师 刚刚一个开场摆动作大概八十多套 陈铭老师要结语 手是好多 所以可爱就应该这样吗 对 他应该是学了足内量上一期的表演 对吧 你的那个对我启发变了 是爱 大家好 我是财艺和智力集中于大脑 大脑和脸蛋都很融向的书记关系 好 好 以上呢就是《非正式》主席团的六点五版本 接下来要宣布《非正式》会谈 第六点五 第00三次会正式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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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规矩 接下来要请出的呢 是我们今天的ex woman 今天要出场的这位ex woman 也是我们现场的一位代表的老乡 我以为老 没有好 老 老乡 好 大莎把最后那个字说完 老乡 好 好 老乡 好 是哪位老乡这么好呢 肯定是湖建的老乡 我们欢迎到的这位ex woman 是来自于 英国的白若曦 我现在在北京工作 我做的是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和预测 我做的是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和预测 我的天 这个节目的 学位越来越高 欧阳森说你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 对 我跟哈云岁很多年 很多年 但是不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但是一般 其实我们在英国没有见过面 我们是在北大的时候认识 北大的 北大 学霸 学霸 我也是北大的 课堂上还是怎么的 有秘密 对 有秘密 有秘密 是放学后认识 放学后干嘛认识的 聚会上 什么样的场景 欧阳森好紧张 你紧张什么 你紧张什么 他有说什么 我没听到 你死了 他什么都没说 我都没说 你告诉他 你希望他说什么 对 避开那些不该说的 我希望他尽量不说话就好了 让我们今天慢慢挖掘 但我听说你们俩其实还有个渊源 虽然你们在英国没有认识 但你们在英国读的大学 倒是蛮有渊源的 是不是 其实为什么我们当初 能做这么好的朋友 也是因为我们那个 学术背景是挺像的 对 因为他是扭尖的中文CBA的 而我是剑桥的中文CBA 是的 能当户对 那你会觉得哪一边的中文CBA会好一些呢 当然是剑桥的 那我们来问一下欧阳斯 你觉得哪里更好呢 我当然觉得牛津更好 他说得对 其实牛津剑桥有点像北大清华一样 清华是比较偏向于理科 剑桥也是偏向于理科 对 牛津是文科 比较强 北大也是文科比较强 然后我们读的就是人文 哦 然后所以我选对了 对了 听起来很有逻辑 牛津也挺大的 对不对 是的 其实尖桥如果你去过的话 他非常非常美 但是他真的就是一个小村庄 也没有到这种地方 大概这么小 因为其实是牛津的一些老师 离开了之后 他们才建立了一个新的大学 在另外一个村庄里面 但这个故事似曾相识 听过大概一百遍了已经 所以我不清楚 所以我不清楚 我没有想到 第一轮没有来参加这次 整个的录制一样会被冒犯 牛津大学的有这么好邀请吗 我来问一下白鲁鲤 你是什么感受呢 就提到这两所学校 其实牛津这个词 我们都不敢用 在建桥 就像是一种 太高大上了 脏话也 对 对 牛津这个词是不可以提到的 所以我们就会说 那个地方 哪 哪 哪 每当的学生 指清华的时候 可能会说满路对面 对面 隔壁的 我们怎么称呼建桥呢 我们叫他东英格兰大学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名称 因为他就位于东边 还是脏话比较有杀伤力 很普通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各个学校都会有一些 就是彼此陪伴成长 然后一起能够互相激励的一些学校 是的 其实就像是 要有对手一样 才能够成绩会越来越好 是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就是开个玩笑 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啊 周永伦 现在你心里不管有什么想法 回头可以通过 那个Vlog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一个单独点出来 哈哈哈哈 好 各位接下来我们还要请到今天 接下来这位飞行嘉宾 我看过他的节目 所以有一点追星的兴致啊 他真的 但我跟他讲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 而且被粉丝说成什么呢 就说他是最像学渣的学霸 像是 对隐藏学霸 像学渣吗 我不知道 因为他爱玩 他有有些时候也会出去玩啊 对因为我也是在玩那场 认识这个人 哈哈哈哈 历史的时候认识的 而且他也曾经号召粉丝呢 进行这个 云自习来掀起了一部 的热场 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呢 是智商情商双高 言语当中都闪烁着 法学思维 理性光芒的 田老师 他自己给自己写的开场白吗 他们给我写 他们给我写 法学师 青年律师 何韵诚有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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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把眼镜都摘了呢 是的 我太紧张了 我们这个节目会录很久 我在这都不带隐情 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何韵诚 然后呢 我是一名律师 现在在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这么年轻 多大 18岁吧 按照不同的算法 大概是26岁吧 我是94年的 94年了 跟你们差不多大 我跟大家讲 小何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是今天离现场最近的人 为什么呢 他们的律所在上海市中心 但是最近呢 被律所派到了附近的一家公司现场办公 所以就离我们现在这个郊区的农村非常近 他过来大概就10分钟 你是下了班以后直接过来 对 对吧 来这边然后摘下了眼镜 开始化妆 另外一段职业 今天小何来呢 也是作为我们中国的一个庆殿代表 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话题 因为疫情之后呢 其实我们国家的公共设施 大家会发现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去机场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啊 那种自动测体温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自己去那个 还有我们有很多的那种一米的隔离线 对 什么用餐的隔离板 还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的机器人 机器人送餐送水 对 现在我们的酒店 也是都有机器人 有 有 我讲了一刻说 因为那个机身他不是比较矮吗 他在敲你门的时候 他一下一下敲你的门 让他从猫眼往外看 看不到任何人 但是有个东西敲自己门 还闪烁着蓝光 也好了 他以为那酒店有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 在你们的国家 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公共设施呢 哎 先来看一下意大利 意大利的老人他们有一个特点 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去看工地 工地 他们就会聚集在那儿讨论 然后就会开始给一些建议 比如说 哎 如果这个是我自己修的 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些工业都觉得很烦 为什么你们要在这里跟我们说这些 我能理解 我今天还在跟小哥说 我看熊昊老师的那个Vlog 只有三分钟 其中一分钟在说 这是我家附近的工地 熊昊老师也到了类似的年纪 不是 哇 男人的天性吗 对 看挖掘机 然后在那个威吉百科上 还有一个专业就是 叫做 然后这个词是来自 波罗尼亚的一个民间俗语 然后是专门指的是这些 腿秀年龄的这些老人 希望看工地的 然后平时把手放在 放在那个背后 然后我就这样看给一些建议 所以后来意大利人还发明了另一个东西 一个这样的镂空 让他们比较方便看 真的假的 真的 这叫什么 收坑位费吗 对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收费的 我以为是八个人在接吻 不是 然后他们真的真的很喜欢看这个工地 甚至有些意大利人还发明了一个APP 就是专门来搜索 在附近有哪些工地可以去看看 真的 是不是很多问题 意大利人多无聊 你喜欢看工地吗 我还好 还没到年纪 还没让那个年纪 工地没有什么吸引你的吗 没有什么吸引 就那些老人比较吸引我 因为我觉得他们好 有等他老了之后 他才会去看 有看 有可能 但中国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去年挖掘抗疫疫情西线 挖山山修建的时候 专门有一个有十天 对 然后在武汉 是巨高 大家不仅看 给所有的挖掘机都起了名字 还组了他们的粉丝团 然后还PK在网上 那我们还算是 大家对挖掘机 都是还是有些莫名的痴迷 对 为什么 小时候变形金刚的那个念想 移植到了挖掘机 可能是 长臂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挪威 我们挪威人一般都把这个自信车 作为主要这个脚踏工具 对 很宽宝 但是有些地方啊 这个上坡就比较难 上坡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他们就做了一个自信车电梯 电梯 叫胶材板 你就这把脚在这个板上 然后他就不要你推上去 跟滑雪的那个一样 就给拉你上去嘛 哇这个好好啊 真的好好啊 真的很好啊 但如果重庆想搞这个好多啊 麻烦了 对对对 重庆自行车 那我问你个问题 那我不起自行车 我人站在上面 不也就上去了吗 不可以啊 因为他有一只脚 是一条线而已 那个胶材板有点小 你需要很小 这类的东西 滑板可以 因为自行车有轮子 有轮子 你必须不可能站在上面 你们都去过呀 没去过 不是 我们看得清这个照片 好好好 你们不瞎 懂了懂了 但是我去过 对 你去过 你肯定会去那边玩呀 再来看一下英国 来欧阳森 如果你去过英国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基础设施 是非常的老 因为英国是经历 工业化革命的第一个国家吧 算是 你不是说是前卫的国家吗 你别说别人 你们那也老的差不多了 对 是的 地铁新乡还有电话厅 还有那些出租车 基本上都没有变 然后我觉得英国人 不喜欢拆掉老的东西 大家开始用手机的了 所以电话厅不太有用了 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吗 射锁 I was a good guess actually 但不是 哈哈哈哈 其实我真的还可以 充电帐 他们是 出产仪 哦 出产 哦 真好 是的 真好 所以如果遇到一些应急的情况 就可以去附近的电话厅去救人 对 这个这个还蛮好的 对 这个很好 好 再来看一下萨莎 之前俄罗斯索西冬奥会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免费领 就是一次可以坐地铁那个 Coin 就是叫什么 钢盆 钢盆 类似于 他那是怎么操作呢 谁给关系的 钢盆 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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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坐深蹲 你就可以领到这个免费的 可以看一下 这个机器呢 你在面前呢 会有一个圈 你就站到那个圈里面 然后开始做深蹲 你在两分钟之内做三十个 他就可以免费给你一个硬币 你就可以做一次地铁卡 那么少 所以说实话 对于大部分俄罗斯人来说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有人说 就一辈子不用买票 很想说你做到地铁破产都没有问题 这个活动现在还在继续 是啊 对啊 而且在很多城市都有 好难等 取一张票要两分钟 太累了 我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活动不适合我跟杨帝 我们坐地铁就是为了 没事 你们有钱 你们有钱 当然 确实也很久没坐过地铁了 唐师傅把车开到门口 哈哈哈 你们这些公共事实都太奥死了 知道吗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你们玩什么这种什么 什么 叫什么来的红丝的 对 对 哈哈哈哈 电话盒子什么的 那什么本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朋友们认真听好了 唐小强要教我们什么叫时尚了 哇 哇 你今天发现了吗 祖哥我这个穿的也挺时尚的 哈哈哈哈 穿得像朵云 然后土耳其那边就是 男的就是爱上了一个女的 疯狂的爱上他 然后呢就是女的要分手的时候 有一些男的比较扁态 他不想分手 然后就是会伤害这个女孩子 所以呢最近发现了很多这种的故事 被老公杀了 这被老公杀的原因 然后呢现在我们的政府为了保护女孩子 就是她专门做了一个APP 这个APP的话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下载了吗 我我刚刚下载了 这个APP就是这个 主要是说这个APP 你下载的时候 你要用你的身份证号 如果如果是一个外国女孩子的话 你就是注册你的胡椒号 然后他只有一个按的一个按键 你遇到了一个比较经济的情况下 你自己按一下 然后一分钟内 就是最近的那个公安部门 所有的公安部门都倒了你的位置 然后就他们会救你 哎但这个想法很好 什么很好 110快捷键 对而且就是最近很多新闻就 帮助了很多女孩子 唐大哥我告诉你 这叫APP不叫公共设施 对 但是这个是现代的公共设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土耳机可能有点危险 但是美国更危险 是吗 这还要比 是 网面可更危险 我告诉你 我们美国人也有一类似的东西 比如在大学 有这个东西 看过了吗 在二外都有啊 你走 走 这个是专门美国的一个设施 是一个梗子 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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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标准好不好 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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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面有一个蓝色的灯 上面有一个按钮 很大的按钮 如果你在外面走路去你朋友的家 然后感觉到有点危险或者不安全 你就直接找这个那个干子 然后按这个按钮 然后三十秒内那个警察会到 你确定你没有骗我吗 在美国三十秒之内警察能到 校园里 啊 中国也有二外都有这个 二外都有啊 都有啊 学校里的校警 校内 其实我也用过 你用来干嘛 你当时 因为我感觉到没有 我忘记了我的房卡 所以就是对啊 然后警察给我打开门 这都可以吗 是警察还是宝宝 是大学警察 在家上那个全校警察 是吧 五大好像没有啊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也没有啊 剑墙是没有的 因为剑墙小小的 喊一声就到了 他们所提到的这些设施 让我意识到英国 其实挺缺乏这种 能保护女性的技术设施 可能是因为像哈姨说的 我们那边 就这几年没有什么新的 技术 太老了 然后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最近英国有一个大新闻 就有一个女子 在回家途中 遭遇了一个警察的谋杀 警察 警察 而且她只是晚上 差不多九十点钟 走回家的路上 遭遇了这件事情 这个新闻也引起了很多 英国人的愤怒 因为觉得 我们的社会现在是无法保护 女性的权利 听到之后好可怕 突然觉得谭小乔 那个APP一点用都没有了 我摧毁了你的APP和你的杆子 你拍完了来了一个警察 我的天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阿乐 南非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火车 它的名字是希望火车 希望 对 好 好 那么我们有一些医生 和一些其他的这个志愿者 在这个火车上 他们会去很多的不同的农村 就是给他们免费看病 送一家乡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九十年后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那个希望车 也是一个象律 一个国家的象律 一个标准 所以带每个农村给他一些希望 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帮助你 很好很好 就是一线希望 我们中国最有特色的 最有名的公共设施是什么呀 你们觉得 共享单车那些算广场 专门给大妈们跳舞的广场 广场也是 那广场上 你们有看过中国的广场舞吗 广场舞吗 但中国广场舞还有一种特别的跳法 是什么 就自己带着耳机 对 带上耳机来跳舞 自嗨模式 各位 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来感受一下 中国新式的无声广场舞 我们要玩一个广场舞版的 谁是莫里奇 一会儿你们十个人呢 会有九个人听到的音乐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人的音乐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们都要根据音乐来进行舞蹈 在一轮之后呢 这边杨迪带领着我们的白若曦 你们两个人是一队 你们要猜一个人 陈铭和陈超 你们是一队 你们要猜一个人 加油 你们是一队 你们要猜一个人 口血都给我打出来了 我给你 英国的机长是 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这是剑桥的 不是故意的 显然我们各有默契 还是我们很默契 黑超 今天的黑超 那各自来猜 如果两个人都没有猜对的话 我们就让猜错的那个两个队员就踢出去 我们接着再猜好不好 直到哪一队猜队为止 就可以获得我们飞镇会谈的传统礼物 地铁卡 传统礼物 是上海的 对啊 我也想问啊 我就想知道多少钱的地铁卡 那这样吧 我来做个主吧 每个人50块钱地铁卡 是哪个城市的就送哪个城市的地铁卡 他就每人50块钱 不给人 只能给地铁卡 因为我也用不着 没有王师傅 各位 请戴上耳机 哥哥们可以跳了 你我们可以跳了 我听到吗 我听到吗 你都可以跳了 我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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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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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 有些人快 有些人慢 因为每个人舞蹈的领悟能力不一样 对 我想问一下小白这个是 是妖娆的个舞 我觉得你给他放手 为什么我觉得都差不多 有可能九个人放的是那个花花的世界 酒醉的蝴蝶 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双人舞呢 酒醉的蝴蝶 我觉得主内量是最明显的对吧 他的一样个舞步就是 他也很稳定 小和好像也没什么舞蹈 我觉得是小和 不 小和 是因为他本身的舞蹈功底很差 你应该能看出来 时间到 很难猜我觉得 我没有想到这个游戏这么难 对啊 巨难 因为我知道答案 刚刚我观察了一下 然后觉得 真的吗 我觉得 还好我知道答案 我以为是赢不了人 我们这边小白非常怀疑你 叹我 对 然后然后我给他解释 我说他本身舞蹈的底子就是这样 没错 比较弱 敬意他了 我努力了 然后小白你里面的歌确定是 你自己脑补了一首歌吧 哈哈哈哈 VAD 嘎嘎什么的 对 感动了 要跳 啊 我们就是在小和跟小白之间 我觉得小和吧 行 那就小和 我们觉得是龚碧阳 龚碧阳 因为他刚刚嘴上有跟着唱 对 一定在唱歌 我没有出声音了 各位 接下来我要宣布正确答案了 如果你们其中有一方猜对了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两方都没有猜对的话 刚刚你们说的那两个人 就白白 就会 去掉 走到我们身边来 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所以 这一轮答对的是 请龚碧阳跟小和走到我们身边来 哦 真的很难猜 继续捞人 我应该知道是谁 我们可以猜吗 各位请戴耳机 他们俩一样 莎莎跟 对 快瞧瞧 小强 小强真的 而且刚刚他为什么要找他 跟他一起跳舞 就是因为他觉得是对的 对 小强那个是二人转 是怎么来的 小强应该放啥都一样 他又找哈利跟他一起跳 这是他的配音 对 但是莎莎的舞步真的不行 他这个前奏还是一样 是莎莎 我也觉得 他在跟着乱跳 他就没有在认真跳 但是他不会跳舞 他跳舞不是 还没有踩出来 我很努力的在踩台词 你们还踩我 好 时间到 大声的说出正确的案 我觉得应该发觉不离止 对 我觉得是Sasha 为什么 他作为一个音乐人 节奏感 应该是不差的 对 刚才跳的小白 我觉得这个跟舞姿没有关系 就是节奏感的问题 对 我觉得其他应该是在 没说 只有我的节奏感是对的 哈哈哈 你们是 那可能就是你的音乐不一样吗 啊 不一定 不是 就是 好 所以这一轮你们的选择是Sasha Sasha 嘿嘿 那我们 我们觉得是小强 谭小强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找到节奏 而且每一次他都会找哈利 跟他一起跳 对 就为了让他带他跳 两轮了 带他走 来 在这一轮当中获胜的是 迪铁卡 迪铁卡 对 洋迪战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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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听一下 刚刚给大家放的音乐是什么音乐 对 他们应该是这个节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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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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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再来听一下 小强的音乐 我的很好玩 来 所以他拉了别人 开始跳那种舞步 接下来就要把我们的地铁卡 扳于两位 恭喜 福气 福气 朋友们给你们一句真诚的建议 虽然我不会 拜托你们也回去练练舞吧 哈哈哈哈 撒撒真的 我不是跳舞我真不会 没办法 好了各位玩完游戏之后呢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提案环节 想说今天这个提案环节 感觉自己有被针对到 就是聊这个话题的话 我觉得桌上不太容的下我们两位 学霸的快乐 我想象不到 哈哈哈 想象不到 哈哈哈 学霸 有有快乐吗 有快乐 学霸快乐在哪 你想象不到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从来没有认为过自己是学霸 这句话最可怕 不是不是 因为我从小就深入到一个学霸的圈子 学而赛 就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 你在班上的成绩一般是第几名 稳在前十 这还感受不到学霸的快乐呢 哎 怎么说呢还有一种学霸叫学着学着 就罢学了 罢了 罢了 别罢了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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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叫学霸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两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我们要先把他们请出来 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次话题 因为这两位嘉宾呢 在年轻人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同时呢 他们也是在我们的Bilibili的平台上 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 两位来自于B站的UP主 一起欢迎到的是 Amazon和小巢院长 有请 来 请坐 就是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分别 好 大家好 我是 欢迎 大家好 我是Bilibili生活系UP主 Amazon 大家好 欢迎 大家好 我是Bilibili搞笑区UP主 小巢院长 那今天呢我们聊这个话题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对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跟杨迪已经把自己定到了 这个是学霸的快乐我想象不到 就按理说啊 就是如果是小巢院长 你不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还可以吗 就是普通吗 我就只能普通啊 你的定位是普通吗 普通 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学习没有 说所有人不重要啊 就是说可以不重要 或者说你学习的东西不一定是适合意识考试的 是 是吧 那有一行字 小巢坐高一点 哈哈哈 Amazon实在坐得太高了 显得小巢矮的简直了 哈哈哈 那个凳子嘛 千万不要发现已经升到顶了 我这个很大 已经升到顶了 会更尴尬 升到顶了 哈哈哈 这怎么动啊 对 就不停的转 不停的转 这边我让勾着点 勾着点 别转出去了 好 再试一下 对啊 太气人了 哎 哎 雄伟 雄伟 是不是啊 哈哈哈 心中的形象就高大了起来 哈哈哈 来 接下来有请秦昌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狂拽酷炫的学家已经是过去式 得志提美劳完胜的学霸 成了新一代宠儿 985相亲局 令人心动的offer 大众对学霸的追捧 无处不在 为了赶上这波福利 我决定 变身成为学霸 开启新的征程 当我发现快餐文化可以助我一臂之力之时 我开始疯狂的吸收一切素食之识 这也让我的学霸身份初见成效 获得了优待 由于学霸的光环越来越大 翻车的恐惧也开始围绕着我 毕竟咱不是真惊 就害怕火炼 心累让我萌生退役 请问我还要继续吗 各位 伪装成学霸 但是觉得太吃力的我 还应该继续吗 觉得应该的 请亮灯 我觉得不应该继续 而且这个人听起来像 他想得到学霸的一些好处 比如说吸引女生 但我可以从一个女生的角度来说 不是很有吸引力 自以为是学霸的人 他们一般都很骄傲 我们英文有一个词叫 男士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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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男士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中文也有一个说词 叫陈明老师 没有了 没有了 陈明老师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居高临下 他个子没有到那个 其实没有到那个 就居高临下 他向女生说明一件事情 第一个话 对 自以为对方完全不知 我觉得这种人 在女生的眼中是很讨厌的 对 我也觉得不用 为什么 因为你了解再多 总会有知识盲区 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 去年我在封城的时候 又看了一次老友记 然后有一期就是那个Joey 他不是典型的一个学渣吗 然后他要买那个百科全书 但是他的钱不够 只买了一本 所以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一个字母 但是他背了很多 关于那个字母的东西 他非常要把那个话题 转移到那个字母的一些 当词上面 后来转移到那个话题 他很开心 但是后来那些他的朋友 转移到别的话题 他觉得很失落 所以总是有一些知识盲区 你不可能知道那么多 所以最好就是多听那些学吧 可以说什么 这样也可以学习 是这样 生活是一个游戏 我们一定要玩 所以如果你想维持这个学霸的人设 那你做吧 我也是个学霸 我一辈子只有A一个B都没有 现在我第一份坚持是一个服务员 我第一份真实的工作 是一个没什么工资的项目经理 我学霸的身份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 所以如果你想做就做吧 你自己做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还当什么学霸呀 要我就出去玩去了 我觉得应该稍微坚持一下 对 我觉得偶尔你脑子可能会骗你了 他还告诉你这个看书很无聊 是因为他没办法给你提供这种即时的满足感 叫即时的满足感 对吧 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把这个即时的满足感 跟人生幸福混在一起 觉得你稍微坚持一下 把这本书看完之后 你可能就会获取一种更 需需性的 你现在可能预料不到的一种幸福 对 我也觉得这个人可能要先继续做这个 你在这个学霸的这个环境 你可以学习很多的事情 如果之前你的motivation是不对 确实是不对的 但是说不定这个environment可以influence你 真的 真的对我自己来说 他用不那么好 麻烦后期大哥 这个人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段 比如说我七天的时间 如果我跟这些学霸一起 有什么效果 给自己一个练习 对吧 如果能坚持到21天 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 一个习惯 跟他们一起看书 或者在图书馆自习嘛 对吧 如果你能计数到90天 那你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活风格 所以说你要看 我们开始之前可能是不对的 你怎么那么像一个上海的白领啊 真的 真的 你说的不是小和吗 对 我说话不这样白领 内涵人 好 amazon你觉得呢 我觉得 首先我就是一个挺对这个绝霸人设有崇拜的人 像我看过陈敏老师的节目 有表达观点 然后我很赞同 我就去关注他的微博 然后何韵淳也是 他在那个节目里面也表现得很好 我也去关注他的微博 真的 对我都关注了 我们互关了 我是真的关注他们两位 是啊 就是我觉得从这些人当中就会或多或少 从他们发的微博当中 或者从他们的日常言语 对就获得一些知识 发现没有全是广告 也没有了 哈哈哈哈 太多广告接这么商量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Vlog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的这种交集当中 比如说他说了一个东西 你完全不懂 他就失去跟你交流的兴趣了 你如果或多或少懂一点 会让他产生那种沟通的欲望 对和你这个交流会更加的顺畅 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多懂就多懂 包括本身他就是继续坚持下去 他也付出了时间成本 他本身是一个上进的事情 我觉得是好的 所以就坚持 我肯定支持不可以的 就像你经济水平很一般 然后你就装作自己超级有钱 好有钱 这就是我感觉知道吧 这就是一种骗人 不如就是实打实的 我不会 你可以去学习 那你没有必要装作自己很有学问的样子 你自己呢 你自己小时候学习怎么样 中级学渣 中间的 每个中间的中还是终点的那个中 终点的中 超级大学渣 但我不是支持这种做法 你刚得意劲 超级大学渣 虽然你可能觉得小时候在学习方面 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方面 如果你不太擅长的话 但是你好像是很早就开始做视频了 对不对 14年的时候我就已经 我做视频这好像做十年了已经 十年啊 14年开始做了十年 你的数学反正肯定没有及格 对 我不确定 其他学科我不确定 不是 你不要这样 我很有压力现在 那如果你做了十年 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做的呢 11年 我真的是11年做的 11年你才多大呀 13岁啊 我跟你讲啊 14年他才十几岁啊 他就30多万粉丝了 16岁 哦 他最早是做游戏解书的 就30多万粉丝了 对这个时候的粉丝啊 是那种pc端的 已经很夸张了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吧 pc端三转是非常厉害 所以啊我的意思就是 并不需要通过装学霸 去让别人尊重你 有很多的渠道 有很多的方式 当时应该不是很支持吧 家里 胖揍啊 一顿揍 上学 哈哈哈哈 这样子知道吧 那你坚持把视频做得非常好 做出成绩了 才有 大掌才松口了嘛 那你是做视频界的学霸呀 你也并不通啊 对 但是 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学霸更好 不不不不不 再想一想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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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的 你再想一想 你想想看 你在做游戏是不是中国做得最好 游戏视频做得一绝 而且你投入那么多 爸爸胖子都挡不了你 做游戏学霸的道路 对啊 对不对 你再想一想 哈哈哈哈 是我们今天的提示讲的是 学习成绩的学霸吧 那不一定啊 方方面面都可以当学霸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学习成绩的学霸 小和 崩掉了 你觉得他应该继续吗 我的观点其实是那个不应该继续 但是我首先要承认啊 大家都觉得学霸是个好事 甚至想要去伪装学霸的这个事 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思路还是出现了一丢丢的问题 他真的是在追求这个知识吗 他可能只是为了通过这个知识 对 然后显摆 那所以说他本质上他是在竞争 他是在通过学习的这种方式 用这种知识来包装自己 然后处于一种竞争 所以他不是在学习 他是在参加学习竞赛 在应试 对 在应试中是学习是找不到快乐的 反而是脱离应试教育之后 才开始慢慢感觉到这个学习 他是快乐的 是吗 你现在快乐吗 我学习一些 学习 学习一些就是 有法律知识的时候 比如说学习一些视频剪辑的知识 也没有 学习法律知识也快乐 特别是当我能用到的时候 所以说那话说回来对吧 他一直在装 那这个装就很没劲 早点停吧 就是安安心心的就是先积累自己 没准有一天自个儿就成了一个真学吧 就像小潮乐长这种 听他讲话像不像打官司 接下来又更像打官司 来 江老师 总结一下这个话题 官司接官司的感觉 学霸 真学霸还假 你长得多像那个律所的收费很推的律师 对 就冲这个外形 像不像 就是收费起码是五千块钱一个小时 对 真的吗 我不收钱 我不收钱 我今天看一本书 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 他专门研究动机的 他就研究人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 然后他梳理出了十几项具体动机 然后其中有一项就是 心知的快乐 然后他拿这个量表去广泛地做测量 大概是有不到10%左右的这个人 这个几乎是先天的 或者说基因中决定的 他叫单纯的好奇所带来的知识乐趣 没有任何的功利性的后期目标 就是一个单纯知识量的增加 你就是爽 好烦 真有 你就是 陈昌 你也是 我真的觉得爽 都是 你们做了感觉特别 我们真的会因为多了解一些东西 感觉到快乐 真的 就是多巴胺的分泌 它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新知的增长 就带来多巴胺分泌 但这个比例是很小的 这是一类 如果我们只在多巴胺 在爽感的刺激下来学一新知 那人生可就太爽了 对 但是大部分时候呢 并不完全是 它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 它的重复刺激的次数 可能随着这个编辑效应 会逐渐递减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还需要一些具体的功利目标 来辅助我们强化学习的动力 比如说刚才 小和律师学法律的路上 一定有崩溃绝望抓狂的时候 特别现在学 司法考试的时候 考思考 肯定疯了 但是他一想 我要当律师 我一个小时要五千块钱 然后我 有这些目标在的 妈呀 吃到这个人好世俗的 人就是这样 人他就有超越性的神性 但是也有很世俗的功利性 所以我们是在这两种力量 交织之下往前走 有爽的部分 有要吃饭的部分 所以我给大家 在这个小建议就是 你不要被外界的评价 你是学霸或者学渣 束缚住 找到你多班分泌的原点 没有功利 你也很爽 把这个力量找到 那是你非常宝贵的财富 是 这个小建议 常常讲的 其实我觉得是很快乐向的 非常快乐 很积极的 很正面的一个说法 但是实际上 关于学霸还是学渣的讨论 我觉得更多的是 在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 但实际上 说真的 在中国学历 还是跟大家的生活 很多人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学历相关的高评词 积分落户 出国留学 职生平地 工程造假师 教师资格证 消防工程师 还有我们的掌工资 考研究生 求职晋升 你缺的不是机会 而是学历 我可以看 真的 我不得不说一下 有一部分人 可能不会受到影响 就是他的职业很新兴 比如说像 小小院长跟Amazon这样 但是实际上 还有很多人 学历红利的一个现象 还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我们生活当中的几种 学历的一个红利现象 首先 第一个 叫做 985211相亲局 和似大国有一个 很好的 985211 你们了不了解 985和211是啥意思 98所 五个世界一流 学校就知道 你们都想不到 这是1998年5月份 98年5月所定下来的 中国要冲击世界的 一流高等学校的一个名单 截止到2021年 这个名单上 一共是有39所大学 39所高等学校 211是指 21世纪 面向21世纪 然后我们要建立起 大概100所左右的 世界上顶级的高校 就211 当然现在211和985 共撑 叫双一流建生 对不起 哈哈哈 你会不会是今天也才知道 985和211 当然不是了呀 哎呦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余晨晨这样子 我们就是余晨晨 我就是今天刚知道的985 哎连我都知道了 啊啊啊啊啊 还有你我刚问你你也不知道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是什么 不是我刚是情商的一波 我都选过这些学校的嘛 哦 那你最后为什么都不去 然后去了 因为没有考好嘛 所以你说的台湾哪种学校 我是新南威尔士大学 你就不要在凡尔赛了吧 这个大学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他入学的门槛不高 但是他排名还可以 只有我一个学真正的学长 我也是啊 你我我但我但我曾经学习很好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学 我一模一样 全是第一名 我就是小学 你小考状元啊 来来来我们两个小考状元握个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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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主内亮 按照我的经验来讲的话 日本相亲不太在乎学历 我年轻的时候啊 我年轻的时候啊 经常参加 相亲 这是一个联谊 就是三对三 四对四的那种 哇那大型的那种 啊女生的话 首先看男生的长相 他长得帅 第二个是收入 但是日本人比如说 韩式不能直接问你的收入是多少 那怎么问呢 观察 比如说你的你的工作是什么 或者你现在做什么汽车 然后男生 我们也不会 他的就女生的学历多高 无所谓 这首先第一个 就是注重的地方是展相 漂不漂亮 嗯 第二个地方 是他会不会做家务 这个怎么看呢 故意把 哎杯子打开 哈哈哈 这样 哈哈哈 比如说一起吃饭吧 上菜的时候 会不会被主动的分配菜 哦 生餐啊 分菜 或者 主来的时候 会不会主动的给男生倒酒 或者我告诉你 有心机鬼 就直接问 哎你有没有什么拿手菜啊 对这个也有 左哥你有次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当时 我当时想了半天我说了 番茄炒鸡蛋 哈哈哈 我可以说啊 知道你这个水平 哈哈哈 如果要想嫁给好的男男生的话 一定要抓住他的位置 这句话有道理 真的 是吧 什么有道理 2021年了还有道理 现在现在还是 女生要做饭 这还有道理 现在还有 但是 我我不是 哎 我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喜欢 我更喜欢每天 就一个女生每天给我准备一瓶养乐锅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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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女生 怎么想照顾好男生的 场道的话 可以抓住 呃 男生的心 但是主内量是属于那种就是 嘴上还需要说别人要抓住他 才会怎么样 他都在家里给他老婆每天准备一瓶养乐锅 对吧 抓住他老婆的心裁对 真好 对你看我现在是42岁 但是皮肤保养的很好 是因为 因为养肚 肠道健康 对 哈哈哈哈 这个不会被剪掉吧 哈哈哈哈 这个肯定被不会被剪掉 好的 恭喜你这么快又掌握了上镜的秘籍 哈哈哈哈 来接下来看一下小白 那 在美国 我们有一个 一部分的女孩子 是去大学 不是为了追求实验 而是找到老公 他们被称为 MRS degree 懂吗 MRS就是太太的意思 Mrs 对 翻译过来应该是学位妇人 是吗 那这些人 他们认为 进了大学 你可以很简单的很容易的 交到一个又有钱又有地位的老公 因为你们 他们所有未来的医生 法师 法师 律师 律师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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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大学里是吗 我也想做法师 那他们快要毕业的时候 他们就尽快开始准备结婚 他们把那个学费当做一个投资 不是用来学习 其实英国也有这样的现象 是吧 我觉得做一个女生 你不应该去依靠别人 就是你自己也要有好的事业 要努力 你自己也要有收入 因为你也不知道 你老公以后对你怎么样 你必须要有独立的能力 对 才行 是吧 说得对 然后我觉得学历也不是一切 我觉得能找到一个性格好的男生 已经很不错了 难道你遇到这样的人 就不愿意跟他约会看看吗 对啊 我觉得两个人能相处的好 也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你有什么经历吗 呃我的经历是 嗯 就之前我在这里 不是 不是他 不是他 坏坏有秘密 是他的学弟 是他的学弟 牛津 终于伦 是前任是吗 前前男朋友 那那个学弟是在他之前 还是在他之后 那个那一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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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没有钱 不是 我就觉得我跟那个男的 我们的那个 请注意措辞 那个男的 生活习惯什么的很不一样 因为他家庭是比较有钱的 我就感觉他没有吃过苦 所以我就比较难跟他相处 我比较喜欢那种 就是有经历过一些困难 就克服困难的那种 自己打拼过来 对 他是不是经常指导你 对 是啊 他就我刚刚说的那种 你就在说 男是说的 说的就是他 今天所有的事情 都是说的那个人 一期节目 不至于 不至于 所以你看啊 就是如果说真的聊不来 或者说很多东西不合适的话 哪怕是名校毕业的 可能也没有什么相处的必要了 对不对 是啊 而且你这样生活也不快乐 提起他 我倒觉得 你到现在都有点不快乐 哈哈哈 你讲到这样的事 不会 你从车里把它忘记了 说到这个名校联盟 英国也有 英国现在又有G5 就牛金剑桥 然后伦敦政经 帝国理工 还有伦敦大学学院 也是G5 澳洲也有巴打 后来那三个想跟我们混 但牛真的不愿一个 牛真的并看不上他们 你跟哪姐是怎么认识的 大学同学 这是我们之后 你看 真的能从学校里面找到 就学校里面就找好了 不会再找到市场上 但是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我们是 没上大学之前就是同学 然后一起上了大学 然后对 相当于高中毕业 你们高中毕业 是吗 国外上大学之前有个预科 就是像入学考试一样 一个培训班 我们是那个培训班里人士的 然后共同目的一起考上 对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 跟学历也没有关系 因为学历都是一起拿的 是 他那个时候预科就追上你了吗 我追着他 哦 哎 这个坑挖的 今天对陈佑老师 要不要取消他的观众 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 陈佑老师 节目对他保护剪辑的非常好 刚刚聊的是这个 关于爱情的一个问题 但是实际上 其实现在生活当中 我不是说 对人有影响的原因 是一些用人单位 他其实把你的本科院校 毕业院校 他看是不是双一流 或者是985 或者是不是211 其实真的是作为一个筛选的一个门槛 所以其实你们觉得这种第一学历的一个偏好 你们觉得公平吗 或者在你们的国家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小强土耳其呢 最近在土耳其有一个抗议 我们的政府派给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 是一个校长 但是呢 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的学生 就是不接受 因为这个校长 不是他们大学毕业的 所以他们就是非常强烈的团队 他们每天早上一个小时 在校长的窗口底下 然后一直在鼓掌 还有好几十个角兽 也是参加他们的这个抗议 因为他们自己觉得 他们自己是985 11801 什么这种的一个 比较就是出名的学校 比较好的一个学校嘛 对 然后他们就一直不接受 一直要让他走 但是人家也不做 他不是本科 不是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毕业 但是人家的硕士或者博士 是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毕业 他硕士跟博士 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事 对 只是本科不是 对 他们觉得是 他一定要从我们本科毕业 不本科毕业 他不懂我们的贵子 我们的一些文化 这个我觉得小魏有点过分 有点过分 现在还在抗议吗 这个事情 还在 还在 每天拍手 对 每天早上一个小时 就是上班的时候 他们把背靠着那个小掌的那个床口 不停地就是鼓掌 小掌就 谢谢 谢谢大家 小掌住了 真的 他这样做了 他们说这个人的脸皮很厚 因为我们的一个记者就是直播采访他 他说没事啊 我们的大学很自由很民族 然后他就是直接跟他们讲 很多人说 get out from here 就是这样子 我真的不是 你为什么说英文 请问 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的说 因为他们就9811 1801 他们都是 教育 教育都是英文 对不起 这个问题我不该问 因为他们教育都是英文 来 白若曦 其实我 我不是很喜欢说 我是哪里毕业的 在英国 我们 中小学的时候 大家不是很喜欢 学历好的人 就反而会被 被欺负 然后可能在我潜在意识中 我怕 如果说了我是剑桥毕业的 他们会 跟我有距离感 就是 不亲密 然后 不愿意跟我说 所以 除非他 追问 说 你具体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 我 结果就不会提出来 不会主动说 不会主动说 那你会怎么说呢 我就会说我是 两个字 在英国念的中文 哈哈 第二个字 中文语 哈哈哈 对不起 哈哈哈 那牛津怎么比坏啊 两个字 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哈哈哈 哈哈哈 什么鬼啊 心神 三雅是吧 哈哈哈 再来看一下 主内亮 主内亮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 哈哈哈 第二个字是亮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现在差不多三十几个人 然后我开始交聘了 因为现在 我比较出名了嘛 所以就是应兵的人非常多 然后 我现在开始 面试了 但是我完全不看她的学历 啊 看人 从来没有看过她的学历 看长相 哈哈哈 长相很重要 哈哈哈 真的 问她拿手菜是什么 开玩笑 拿到酒 有没有每天准备养的 会不会分菜 哈哈哈 先分一下我看看 当然是最最最主要 我们是做视频的公司嘛 纪录片的公司 所以当然是能看能力 看作品 就是能不能拍 把摄影系的话能不能拍好 就是剪辑系的话能不能剪 剪得好 嗯 就看专业能力 对专业能力 就是从来没有看过她的学历 因为 我看不懂她的学历 哈哈哈 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学 只有北大和清清清 清华 清华 只有这两个 所以看这个大学 也不知道她的大学是好不好 哦 再给您介绍一个 武汉大学 还可以啊 一般还可以 对 那如果你招聘像这样的话 请问您 你会会讲外语吗 哈哈哈哈哈哈 不问题 英文或者一招必语 OK啊 啊 因为我们公司必须的要会说外语 为啥呢 因为我们公司的 我们公司要做的作品主要是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海外 对 这是最主要的任务 国际 哈哈哈 来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Amazon 我觉得还是能力比较重要吧 但是就是如果抛出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尝试去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说大家觉得第一学历比较重要 我觉得就是可能高考比较重要 就是你考研究生你可以边工作边考 或者是你可以考虑一段时间然后再去考 但是你高考你是到那个时间你就必须去拼的 你是山东人对不对 我是山东 我们是高考大省 就是山东和河南是高考大省 就是因为人特别多 带上我们安徽好吗 也是 其实湖北也是 对 大家都这么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 不难 因为山东的好大学太少了 对 因为本地的好大学太少了 你要考出去需要很高的分数 一个人的学习习惯 包括他一些基本的学习能力 其实就是在高考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我不是说你不会后面突然开窍 然后想学习 变努力 改变自己 这当然是可能的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基础就在那里 就是他一些培养出来 多年培养出来的习惯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说可能就是综合考量 觉得第一学历比较重要 小潮 都挺困的 你现在是属于坐在那个老师讲台下面的那个学生 就挨着 对 说说你的经历吧 就是你的 高考 我高考分数 你们知道吗 321分 之后呢 就上了个私立的大学 对 因为我的家长觉得我做这个行业 觉得我是做自媒体的视频行业 他们就觉得我是在研究电脑的行业 所以他就把我抱到了 计算机 对 那个是很流行的 对 然后等我去拿好我自己的书包去上大学的第一天 我老师开始教我做软件 疯了 对疯了 心态疯了 你做视频哪学的呢 自己剪 自学的 看一些网上一些教程什么的 我看的呀 就研究啊 从十年前就自己做 也是要长的 初中就开始自己搞了 第一波人来做最早的自媒体 那你因为有没有因为学历问题就是有过一些烦恼或者是 没有啊 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烦恼 他也不用找工作 对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 但是我觉得吧 上学是为什么要上呢 哎 学还是要念的呀 为什么呢 因为啊 首先如果你是读了小学啊 你就停留在小学的这个社交范围之内了啊 啊 你上高中大学呢 就是为了跟你的朋友交朋友 对社交人脉啊 如果上了大学呢 你就大学的社交能力了 上高中就高中的社交能力啊 你就可以很快的适应社会的社交啊 你总不能就是你的领导问你一些问题 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还在与小学的方式跟他沟通 他现在幼稚啊 对 其实听起来也蛮有道理啊 就是道理 非常有道理 是 再来看一下小何 因为他的经历其实也挺特别的 对 我觉得我是那个 最能够代表一群就是广大学子的 因为我是规规矩矩上学 然后上了个本科 但是刚好没有考好 我本科不是211和985 所以我当时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 我选择了研究生 我保研到了那个北航 对 然后呢相对来说 就是从法律这个行业来讲 他的竞争力也没有很多 所以我是刚刚去年毕业的 去年毕业的时候 我就面临了一个很大 就所有毕业生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就业 工作到底怎么找 就是当时的话就是我投了很多很多的简历 这个有一个词叫做海投 对 海投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投很多的简历 但是都没有回应 石沉大海 对 然后当时就处在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的阶段 我觉得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学历 它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出彩 导致你在海投的过程当中 你的简历其实并没有吸引到那个面试官 他的那个眼球 因为投简历的人实在太多了 对 他们到底拿什么选 可能拿照片来选 那我可能要拍一个好看一点的一寸照 对吧 那如果拿一寸照 就是拿那个第一学历来选的话 那我可能就够不上他们那个门槛 所以当时我只能够采取一些其他的求职的方法 去找到一份我心仪的工作 我只能找一些老师同学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内推的机会 就说老师和同学说这个同学可能还不错 那把我领过去 然后跟那个上司 然后见个面 然后我们以面对面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我到底说有实习过什么东西 然后我学习的经验有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他如果认可我的能力 我最后还能得到这份实习 所以说当时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是当你的第一学历其实并没有 就是只要你不拔尖 你就很难通过海投获得工作机会 我觉得在中国目前就是一个这样的现状 所以大家都拼了命的 就是有的甚至是第一学历都已经很好了 他觉得不行 他是本科生 所以他必须要去读个研究生 因为研究生可能才能够上这个门槛 因为有时候他们只招研究生 就像刚刚Amazon说的 就很多工作单位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马上打开露一眼 没有那个 对的 就认掉了 他们不是做法律的吗 他们做法律的吧 还几任那几个学校 是不是 是的 我们做法律的 有个说法叫什么 五月四夕 对 五月四夕 武汉大使就在五月四夕 你在里面吗 我不在里面 所以我找工作很难 录节目录出江山了 对 所以 另辟西进 我刚刚说到照片 我还跟那个聊呢 阿马纵 原来照片那么重要 我当时投简历也是石身大海 我那个照片 我当时想凸显自己活泼 我的照片是我吊在一棵树上 就是这样 树都比我多 这个 大家都是痛着 我想凸显自己活泼 基本上就没有人要我去面试的 难不难 现在的切实的就业市场 这毋庸置疑 我觉得也勿须慧言 这所有的H2 在筛人的第一步 肯定存在 对 但你要换个角度想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第一学历偏好 才对那些高考那么玩命 考得很好的人比较公平 他是不是一个反向的公平 是的 就第一学历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是跟高考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你考进来一个好 那你说高考那么玩命 还有等等学区房等等 家庭可能是整个一家之力 有十几年的时间 最后 躲在那一个战役之上 他带来了最后的尾巴 这是成尾效应 有这样的第一学历偏好 这是个事实 但是现在我们也要客观地讲 不是在所有行业中 在中国不是所有行业都是如此 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 互联网等等 其实可以再往本质上靠一点 就是权力结构越固化的行业和公司当中 第一学历偏好越明显 金字塔状 上下级层级 然后权力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稳固 而且形成圈层化 这个过程对第一学历马上认可 因为他会把它作为一个门槛划定 你是不是自己人快速融入 然后价值观快速地接轨 来之能战 但是在扁平的 中间的层级被消掉的 流动性非常高的 这种公司结构当中 不太看重第一学历 他看重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般从入市开始 从进来开始先把几个案子 然后马上一做 马上能力就拿出来 上手快 所以要看他是针对体制来讲 还是针对市场来讲 要看他面对哪一边 但是现在大趋势是这样 就是第一学历越来越不重要 我们还是得承认 往未来发展来讲 大趋势上能力更重要 所以像小和同一这样 以能力取胜加颜值 然后就是共同 连接是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这颜值能上电 当然也是可以是 哈哈哈哈 还是你挑选上 哈哈 你说完别人以后 什么颜值不能上电视呀 说完以后想到自己 哎哈哈哈哈 但他们那个节目还是会挑一挑吧 像我如果那种猴的 哈哈 所以其实最后还是要看能力 看执行力 看专注力对吧 就是看个人的能力了 今天那个特别感谢我们 两位up 主来到我们节目到中 感谢感谢感谢 我觉得小乔有一种下班的感觉 放学的感觉 我觉得 他太难了太难了 我老师坐我旁边我好累啊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要再次的感谢我们两位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来说一下自己 是学霸还是学长 光看学校的话 在这个地方 哈哈哈 帮你就可以间接的 考牛筋也是这样 猜猜猜猜猜的吗 对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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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爸爸们也没有一招